花莲县政府主办的110年度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绕镜活动 27号盛大举行 开幕之后会在各个乡镇市绕镜定点祈福 还有普渡法会都会陆续来举行 县长齐正位邀请民众一起来共襄圣举 祈求天佑花莲负责花莲 花莲县政府表示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绕镜活动 已经迈入了第12个年头 宗教祈福活动提供了人民心灵的慰藉 也促进整体社会的祥和 安宁感谢上天对花莲这块福地的眷顾 花莲地主 整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 我们的地址 因为我们是欧阳板块和大陆板块碰撞的地方 所以地震非常非常的平凡 我们有180公里的海岸线 沿着太平洋的走岸 每当有热带气旋 花莲就开始战战进进 无疑台风会略过这180公里的海岸线 但是我要谢谢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仰的诸天菩萨 还有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 就我们心中的信仰 因为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念力 大家的慈悲力 让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神 勿佑着花莲 即便有大风 有大雨 即便是台风 或者是地震平船 都能够安然度过 一位傅坤姐表示 感谢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原住民主灵 以及一贯道等宗教团体的共襄盛举 让花莲能够风调雨顺 世事无哉 天地有没有 在过完 是不是 能够真心的去 祈福 去伟下 花莲这几年 风雨传心台 因为大家共同的发心 共同的付出 真的感动天地 风雨都会转换 来守护花莲正白 善然之地 以及守护台湾 所有国人的平安 这个都是这么多年来 大家共同付出 所得到的天地的祝福 各宗教花莲祭天祈福绕境活动 办理了佛教道教法会 天主教祈福弥撒 基督教圣诞系列活动 原住民主灵敬拜 以及一贯到诵经祈福 等宗教活动内容 引领花莲相亲 共同来感受祥和的力量 记者林杰花莲市报道